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子也是贺顿 我也之前以为他不拍电视剧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给他发了个微信 问他了解一些情况 他说我从来没有说不拍电视剧 我才知道 然后就很开心 能够跟他再次合作 因为彼此也成长了 然后也想知道 现在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主要是我觉得他很适合这个角色 就很希望他也可以来 很开心 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大家觉得我可爱 还有一个原因是 平时我私下的采访 就是可能我从小 就是在大家眼皮底下长大的 其实我一直没有想过说 什么要给观众证明 我要转型什么的 我只是觉得 在什么样的年龄段 拍什么样的戏 心理师赶上了 恰好我很喜欢 所以我就演了 那可能过两年 我觉得有个很活泼的角色 哇我好喜欢他呀 我觉得我想去尝试 很可爱 我可能也去拍了 我没有给自己一个设定吧 会啊 因为我会觉得 大家对我的印象 可能还是一个 就是小可爱嘛 就像你们说的 但是其实我演的时候 我就没有完全想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觉得给我的造型 已经完全变了 其次就是 其实对自己还是有自信的 也是对剧组跟导演 也是有自信的 我觉得他们能够选我来演 首先他们对我有自信 我为什么对自己没自信呢 而且在演的过程当中 其实慢慢的涌入这个角色 我都没有再考虑过这些问题了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就是河敦 到了后期中后期 我觉得怎么演都是对的 因为进去那种感觉了 嗯 就我们都很像 我们属于那种大大雷雷 但心思还挺细腻的 所以能够感知到 对方的一些情绪吧 然后就希望能够 互相鼓励这样 他经常搁我买吃的 他比我买的要多 我当时一度怀疑 他想喂胖我 他还在我那借锅 要煮方便面 各种 像欢喜冤家 对 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开心 我每次看到小景哥 我就觉得特别逗我首先 然后其实很亲近 没有距离感 但是又很温暖 我会觉得 他是让我值得依靠的人 嗯 我们肯定是成熟了 没有那么幼稚了 但是其实我们俩只要一碰面的时候 好像也不太像我们这个年龄段应该做的事情了 就觉得这么多年 其实大家都没变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你知道在娱乐圈能够有这种 很很好的朋友 其实很不容易的 尤其是那种什么话都能说的 所以就很珍惜 我有发现 我拍的时候就觉得太有缘分了 因为我老看那个通告 第二天我就 然后第二天 怎么都是我的手 然后还有我的爸爸也来了 还有什么童年的大姑 什么这种 就全来了 就全是我之前合作的 还是觉得很奇妙的感觉 所以这个只是真的是巧合对吗 对巧合 然后但是妈妈们让我特别感动 就是他们会来说 因为听到是我演的戏 所以都想来演 就是想再见我一面 并且觉得说是一个很好的戏 想都过来帮忙 所以就让我很感动 但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提前跟我说 哎你的戏找我了 都没有 他们都是那种一听就直接来帮忙了 所以我觉得很感动 当然会啊 因为大家都是 都是希望能够自己做的作品 得到大家的喜欢嘛 但是还是要平常心 我觉得像 就比如说我们心理师 大家问我 你想不想这个戏播的很好 我说当然了 自己的作品 但是如果他播的没有那么好 那你要怎样 要去哭吗 我说重点的意义 其实不在于结果吧 还是享受这个过程 并且我希望这部片子播出来了以后 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是关注心理健康这方面 并且说可以重视起来 我不希望大家讨论点在于说 杨子的戏爆没爆 这个戏行不行 可能他就是跟我最初的想法会不一样 我是希望我能拍一个戏 能够带来一些正能量 其实这个是我的初衷 不再较真了 其实 我以前很喜欢跟自己较真 很多事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但我后来发现其实没必要 那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会变得比之前平和 我觉得这其实是件好事 而且我觉得可以越来越自由一些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的 这是我现在觉得的 其实我没有什么具体规划 我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快乐自由 然后并且自由自在 然后享受生活 其次就是 我还是希望能够拍出 我自己喜欢的作品带给大家 然后也是希望 不辜负大家期待吧 而且今年的创作欲望 其实是挺浓烈的 后面我也不太想休息 就想继续这样多拍一些戏 对就是希望再多多代代小心 因为他的粉丝已经说他每天都想休息 然后在微博上每天就要工作 他就是想过完全是两种性格的人 不是他是因为他之前他演戏的那个模式就是他比如演电影或干嘛 其实他是一种那样的模式 但我是其实从小都是在拍比如说剧多一些 然后我工作的这种强度跟这种时间可能会也会就是从小养成这种习惯 所以我就比较能适应 但其实我也是希望能够缓慢脚步 就是我指的工作并不是我一年要拍多少个戏 可能我一年只拍一个戏 但可能这个戏要用八个月 或者十个月九个月 就是希望能够拍出一个好的作品来 其实这件事情还是挺重要的 嗯 太吓人了 肯定还是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达到自己更希望的一个理想的状态吧 就是能够拍出更好的作品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也就是期待可以谈一场恋爱 对 没有没有就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了 这种东西 暮的 Bu sok 都是不顺其自然而言 起来roads 感谢观看